神呼召以希杰成为先知 让他指责以色列人曾经被约的罪 而且警告他们要悔改 他对我说 人子啊 我拆你往悖逆的国民 以色列人那里去 他们是悖逆我的 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 直到今日 而神告诉以希杰 传讲神的心意 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不管他们是听还是不听 你只管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 无论是他们听与不听 他们必须都要知道先知在他们中间 而神勉励先知要听神的话 不要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 人子啊 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 不要悖逆 像那悖逆之家 你要开口 吃我所赐给你的 感谢观看